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本期节目将带来位于桃园区的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职业训练中心 消防食物班第59期的简单介绍 近年来女力崛起 许多的工作已经不再是男性的优势 然而女性与工作上的专业度也不亚于男性 在这个两性平权的年代 许多的女性已经善于表达自身能力 并且勇于面对挑战 令许多的男性称赞不已 成为现今社会上的趋势 本台将带您更加了解女性学员 在职业训练期间所面临的挑战与经验 请看以下报道 在职业训练中心受训期间 认真聆听专业老师的授课 不论是学习灭火器的检查 操作使用与保养的各项要领 亦或者是火灾烟雾警报器的操作 各类消防设施的操作使用都难不倒她 她是消防设备管理班之中 维尔的女性学员江品怡 大家好 我是第二类退出医官兵退役下来的 我叫平亦 我报名的犯罪是消防安全设备管理班 当初会想要报名是因为本来有想考消防员 那后绝的消防设备是这里快可以当作一个调查 比较困难的是化学工程要做计算 对于女生来说可能脑筋会转得不太过来 加上还有学校安排的消防室内设配线工程 那拉线的过程会可能会受伤 比较容易手会有破皮流血的这方面 目前有可能会去报名义校 先从义校开始然后再慢慢考消防设备室 此外消防安全设备管理班 上有另一位女性学员她是刘家伟 虽然说她的年纪稍长前一位女性同学江品怡 但由于挑战的心却不输给年轻几岁的品怡 与其他众多男性同学 一样以第二类官兵的身份报考 本中心消防安全设备管理班 乐观面对训终的专业技能 并以军中所磨练的抗压性投入学习 让其他男性学员们刮目相看 大家好我叫刘家伟 对我是以二类隆灵的身份前来参加职业训练的 那我参加的班队是消防安全设备管理班 在参训之前呢 我本身的职业是豪宅物业现场的复理 那我们现场的话有很多像消防设备 以及受性总机的知识是需要学习的 我深感自己这方面的不足 因此刚好我有这个身份 那又有这个班队 所以呢就前来报考 对女生而言其实数理方面相较于男生是比较弱的 所以当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 可能提到一些消防方面的计算 像是全阳城啊等等之类的 过程当中是会让我学习到很多没有透过的一些设备 以及概念 那我们同学的部分也很互相的帮助 最主要是老师真的是非常有耐心 在师资方面真的是让我有点刺激 说我没想到在这边受到可以这么这么专业的一个训练 我是回到原本的物业的单位去继续从事现场服务的工作 那现在的话会先以考到明年消防设备是为我所要的目标 那之后的话也会依照到时候的状况再安排 看继续回去原本的物业工作还是继续往消防单位去前进 这总而言之对我来讲都是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方向 看完以上的学员 我们可以得知女性投入职业训练的人数屡创新高 且对以往都是男性学员的班队来说 近年来也不断的有优秀的女性学员加入 已经推翻了以往只有男生可以的老旧思维 她们不怕苦也不怕脏 创造未来女性在社会上求职时 更有竞争力的软实力 然而退附会职训中心多元化的专业项目与国家证照考取 更是让女性朋友产生信心 投入职训的专业领域让未来增添光彩 女性崛起的时代正在进行 欢迎更多的女性前来发展更充实的人生 退附会职业训练中心 欢迎您